嘿大家好我是SIM 好嘿大家好我是熊好 那今天呢要帶來是這隻轟雷金剛星 今天早上跟我一個香港的朋友一起合夥 終於把他給抓下來了 他已經屬性是一般屬性 並且呢是維二特性有青草製造者的寶可夢 另一隻呢是卡鋪蒙蒙 給他攜帶的持有物呢是青草種子 這樣的話他一出來的時候 就可以搭配他自己的特性 把青草種子給弄掉 那並且呢提升自己的物防30% 轟雷金剛星他的種族值其實分配的還蠻不錯的 攻擊力125防御率就有90 那如果再加上青草種子的話防御率可以再提高 然後努力值練的是攻擊跟速度 那麼再看一下我帶的技能 第一個古吉其實我本來就有想說要帶奇草 因為奇草是可以增加自己的速度 但他威力只有50而已 但是古吉呢是可以降低對手的速度 那意思是一樣的但是攻擊力有80 那另一個雜技呢是他本來就有的技能 青草種子的話雜技的威力就可以從55變成110 那麼泰森鴨底呢可以搭配他的泰金一般屬性 來增加他的威力 並且呢有機率讓對手陷入麻痺狀態 那再來呢這個木錘是我給他加上去的 他的威力是120再加上青草場地的話 傷害可以更高 那我另外呢給他搭配個好夥伴 豐瑞的艾露雷朵 因為呢這隻艾露雷朵他的泰金是超屬性 所以呢他有一個技能的是夜刃 而這個夜刃呢是切割技能 所以本身呢就可以吃他自己的特性 再加上呢青草場地的特性 這個夜刃的傷害呢可以更高 轟雷金剛星打真的活脫脫的就長得像一個泰山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戰鬥表現 這一場對手有 魔幻甲滅喵士草屬性怕火 然後正義法怕毒怕幽靈 河馬獸怕草怕水土地雲怕水 獅猴霸怕吃猴霸怕草雷 泰金花怕草 那我的這個陣容其實基本上是可以很剋他的 因為我有兩隻超屬性技能的寶可夢 那我可能要比較小心的吃他的魔幻甲滅喵 所以火神兒火屬性還是要拿出來 那轟雷金剛星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真男人轟雷金剛星 所以這樣的話應該這樣出就沒問題了 那開場我先讓艾露雷朵上場看一下好了 艾露雷朵應該要先擺第一個 因為如果他出魔幻甲滅喵的話 還可以用艾露雷朵先砍一下 那大部分有可能會出河馬獸 因為要先丟隱形眼 所以河馬獸的話我先丟艾露雷朵是也可以克制的 那第一隻果然先丟河馬獸 那我的艾露雷朵就直接上了 那因為他的怕草的寶可夢其實蠻多的 所以等等就也不用演啦 我覺得我直接泰金化夜刃切他好了 雖然我沒有清潮場地的加持 但我本身的這個屬性變成本系 再加上特性 風銳的話 這一個夜刃其實應該還是蠻痛的 有沒有可能直接收掉 河馬獸的防禦率特別高 他的物防很高 但是他如果 不可能有河馬獸帶氣勢批帶種的 但我覺得應該切不掉 可能切到4分之3 果然4分之3血 漂亮 有沒有 河馬獸還偷吃果實 那他這一回可能會回到綠色 直接回到血線一半以上 那我夜刃再切一次是可以的 他果然丟了零星眼 但我覺得他應該會派魔幻甲蜜蜜蜜來扛我的夜刃 所以我這邊捲著劍舞 我等等就用劍舞 然後讓他破該 他直接丟出來直接撲了一個空 可以吧 那我這邊劍舞 然後他會丟魔幻甲蜜蜜蜜出來 扛我的夜刃 沒有 直接吼叫 那我這個劍舞直接白丟了 這邊被他賺到一回合 因為我的劍舞這樣回去的話就等於沒效了 那我這邊猜拳猜出來的是轟雷金剛星 那轟雷金剛星出來 直接把這個場地變成青草場地 但殺神暴還在 那殺神暴變扣血 青草場地變回血 很爽誒 一邊扣一邊回 左進右出 左進右進 好 那 我應該就直接用 他應該不會有什麼怪招吧 用木鎚直接鎚他還是雜技 因為我用木鎚好直接鎚他好了 他應該是沒有要換的意思了 因為他要換的話剛剛就換了 我本來是想說要用雜技 雜技搞他的 但是想一想 他感覺要換剛就會換 所以他沒換的話 表示他現在還會繼續待著 他注定就是要把這隻荷馬送送給我 荷馬送送 荷馬獸 送給我 太老口了吧天哪 他下一隻 應該會丟 魔幻甲喵喵 照來講應該是要 果然 來吧 魔幻甲喵喵喵 那我剛好有雜技 而且我身上的青草種子已經掉了 所以我雜技 身上沒有任何的道具的話 傷害是可以直接乘惡的 那他氣勢批帶是給魔幻甲喵喵 他應該沒辦法傷到我吧 他剛帶拍擊 結果直接被自己荷馬獸 用出來的沙塵暴給打死 這是自作自獸 那這荷馬獸應該在台下也是看著傻眼 那我這隻轟雷金剛心是真的真男人 已經一穿二了 他再上來的寶可夢除非是 正義法 不然的話 唉唷 吃猴霸 吃猴霸的話 他也是去啦 那我看一下 這個吃猴霸的防禦有多高 我這邊木槌直接給他當頭棒喝 怕他小槌下去 打掉了 血量是蠻多的 那他這邊用 哇 我九滴血而已啊 可以啦 空雷金剛心力已經表現得很好了 剩下九滴血就送他吧 九滴血 吃猴霸 那用技能打我 還不如讓我也被殺成暴給打死 那下面一隻的話 應該 我就可以直接丟 艾露雷朵了 青草場地還在 所以 我的夜刃應該會很痛 但是這隻吃猴霸帶 他帶兩隻坦克 那 主要輸出已經葛屁了 那我這邊夜刃直接切他 不過他有可能手足 果然直接丟了一個手足 現在 他應該是想要用手足 然後慢慢回血 而且青草場地可以幫他回血 然後 他本身自己吃剩的飯菜也可以幫他回血 那我們兩個就互相回血 我回我的 你回你的 但他有什麼技能可以克制草屬性嗎 太金化 他還沒太金化 他太會忍了吧 他到現在都還沒太金化耶 到這邊再砍他 但他會不會太金化傳染變成火屬性 他沒有要太金化嗎 沒有要擋嗎 直接放棄 結果還能剩最後一滴血 重磅衝擊打下來 我血量剩下一半以下 但我覺得他一定打不贏我啦 我隨便一個技能都可以把他打死 他還有什麼招啊 我繼續切他 他繼續守護 終於要太金化 但是這個時間點太金化會不會太晚 還是剛剛他分心了 他媽媽在叫他吃飯 他分心了 太金妖精 妖精 怎麼會是太金妖精啊 天啊 太可愛了吧 這應該是洞窟裡隨便抓到的 他再用一次守住也只是 也只是延長 讓他媽媽等他 叫他去吃飯的時間而已 那這一個應該基本上就沒戲啦 他不太可能能贏我吧 你不太可能再繼續用守住吧 總是會有失敗的一天啊 那我這邊換換口味砍他好了 一樣用本系的精神利刃砍他 我覺得 他應該是 喔他終於放棄了 那基本上要是我要直接投降啦 我可能不會浪費時間在這裡 所以還被對手打 好啦OK 那這一場呢 轟雷金剛星也是1打到3的啦 不過很可惜 最後一隻被吃猴霸給滅掉了 好 我覺得他應該是開局會先丟 會丟P斧嘛 先上來給我P眼 隨便給我亂P一下 喔果然是P斧螳螂先出了 那我這個轟雷金剛星 他是岩石加重系 那我草系打他是1倍 飛行系打他也是1倍 但是他有沒有可能乾脆不用岩斧 直接 直接重系技能給我尻下來 也是有可能吧 還是我直接太金一般 然後丟雜技咒哈 因為我現在防禦力提升了嘛 那我的雜技傷害 威力也提升到了110 因為我的種子掉了 好 我這邊直接太金 然後先躲他 可能用重系技能打我 有可能是十字斬之類的 這一隻如果帶風瑞的話 他的特性也是風瑞 那十字斬P下來 十字減P下來也是很痛 那我這邊先用古籍降低他的速度 先用本系打他 直接打掉一半以上的血 那其實還不錯耶 這個傷害 打上來 KIMOJI 他果然還是岩斧P我了 那這邊打出了隱形岩的效果 我青草場地回血 你也跟著回血 殺必俗送你 那他也有可能換嗎 不過他換下一隻的話 喔 陽光 真的是 陽陽光耶 很陽的攻擊 那我本來是想說 他如果要換寶可夢的話 剛好出來 我的古蹟 假設他丟一隻可以剋我的 我的古蹟至少也可以 減緩他的速度 讓他步調慢一點 不要像台北人走那麼快 好 下一隻 不錯啦 空雷金剛鑑 幹得不錯 漂亮 好 迷你Q 一出來 我應該也先 先用古蹟打他吧 先降低他的速度 雖然我可能速度本來就比他快了 我有在想要不要把古蹟換成奇草 因為奇草的話就可以直接是增加我的速度 但是古蹟傷害又比較高一點 而且古蹟是他自己的特殊技能 如果他的鼓在那邊不能來打鼓用古蹟的話 那個鼓感覺擺在那邊有點浪費 他想了很久 沒什麼先知技能嗎 我其實蠻怕的 他可能替身啊 詛咒啊 詛咒下來的話 每次扣四分之一血是很痛 還是他劍舞 戲法空間 但戲法空間應該第一隻就要出來啊 因為皮斧堂的確是蠻慢 但是...好吧 那我這邊... 因為我是一般嘛 所以他幽靈系打不到我 那我這邊就有最大強度的木槌給他幫了耶 噢噢 糟了被詛咒 但我這個木槌應該可以把他捶爆吧 直接捶爛扁掉 沒問題 直接變成品克洋芋片 我受到了一點傷害 但是這不足以摧毀我 但是這個詛咒有點更痛了 這個詛咒就有點傷害到我了 好痛 又曉得心靈被詛咒 那他下一隻 最後一隻了 噢是月月熊 那就可以啦 沒問題啦 那月月熊現在速度雖然比我快 但是... 哇 可是他有戲法 噢 紅蓮金剛星 冰凍拳 但是... 但是好癢 因為我前面有青草種子 所以我防禦力提高30% 哇 直接這個大棒槌 大棒槌槌下去 他連他媽都不認得啦 太漂亮啦 紅蓮金剛星 一穿三啦 最後他還倒下啦 太精彩啦 直接七力放進 就像老闆壓榨你一樣 壓榨到最後一刻 10點下班 你10點01才能打卡下班 感謝紅蓮金剛星的努力 小鄭村又度過平安的一天